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你看这个行为模式 2017年可以发现纽约城市 跑到第二名去了 纽约这个城市跑到第二名 这意味着最主要的产品 往下跌 最主要 就是营业最高的一个地区 居然往下跌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首先2017年 2017年纽约 所以Ctrl键按住点纽约 在纽约这个城市 2017年发生了 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原本的第一名跑去第三名 科技类 所以你现在要看它下跌 所以你要看什么 当然是看科技类 好 科技类往下跌 接下来要看什么 接下来我就Ctrl键按住 点选科技类 结果它现在只跑出三个 第一个在这边 第二个 第三个 可是我知道说科技类总共有四个产品 好 我现在重新点一下它 科技类总共有什么 有 有 Machine 有 Accessory 还有 Copier Copier 好 那接下来我要重新点了 因为它有这四个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2017年 点到2017年 Ctrl键按住 点纽约 Ctrl键按住 点科技 在接下来 哪一个不见了 Copier不见了 有听懂吗 不过第一第二名 没有很大影响 是第三名 减少了很多 以及 第四名的Copier 不见了 请问Copier不见了 是什么意思 完全没有销售 2017年在纽约城市 Copier完全没有销售 那所有的Copier设备 全部都放在 展示 或者是仓库 库存 听得懂吗 你觉得这件事情 要不要告诉老板 当然要啊 越早告诉他 越好 听得懂哦 我接下来要继续来去看了 我要教你 动态的行为模式 记得吗 行为模式这边 我接下来我要教你 那个 销售行为模式 好 请问一下 每家公司 他都有针对自己的销售跟获利 有一套的经营管理模式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就来把这家公司的销售与获利来进行 关联式分析 请问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都是数值 你们有没有学过大数据分析 机器学习 现在我们学的这叫大数据分析 但是机器学习里面 如果你拿到都是都是数值类的资料 其实非常适合做的是回归 回归分析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这个回归分析 怎么做呢 这张图这张报表我就叫做动态行为模式好了 那个销售获利行为模式 然后接下来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视觉效果请选散步图 第二请选散步图 散步图它的特色 x轴是一个数值 y轴是一个数值 好 接下来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类别 假设我为了让你们看得懂 所以我现在我就介绍这个产品纸类别好了 我们公司有多少个产品纸类别 17个 17个 等一下我们再去画 总共有17个产品纸类别 好 然后接下来 现在我只点了 第三个动作只点了 产品纸类别 第四件事情 我当然要勾的是 销售额还是获利 请问一下 散步图 散步图 各位 Y等于AX加B 这应该是你国中就应该要知道的一个数学公式 我们的X轴是类别 Y轴是数值 对不对 直条图都是这样画的 可是我们现在因为两边都是数值 对吧 两边都是数值 那通常我们会把果放在Y轴 因放在X轴 因为X是变数 可以吗 Y是结果 请问你 销售额是变数 是变数 还是结果 销售额跟获利 哪一个是结果 哪一个是果 哪一个是因 哪一个是果 还是随便放 随便放 那我就只能告诉你说 你要回去重新读国中 因为不要把它给放错了 好 直接问 上次问到6号 陈佑 7号 知道7号是谁吗 好吧 那我就挑 那个 那个男生 对就是你不要看别人 哪一个是果 销售是果还是 获利是果 获利是果 为什么 因为有销售 销售才会有获利 对不对 这样可以理解吗 好 请你们 以后一定要记住 不要随便放 随便放 后果自行负责 好 所以第四件事情 勾销售额 第五件事情 勾获利 还没结束 这种 这种情形 这种情形 是不是太分散了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什么 R2是什么 可是我们现在 当你要去做散步分析 就是为了要找关系 我现在要把那个关系画出来 请你要继续画 第六在这里 六分析 七趋势线 有看到趋势线吗 八加入 好 请问这家超市公司 销售跟获利是不是成正比的关系 对不对 我相信在座一定都知道这件事 好 可是你不太会应用就很可惜了 请问一下 7-11暑假的时候 他把最热销的饮料 获利最高的饮料 第二件打六折 请问这是不是因为 这条黄金法则 销售高获利高 听得懂吗 是的 要听懂这件这个应用吗 你要听懂说 原来他是成正比关系 所以我为了要增加销售额 所以 不是 我为了要增加获利 所以我是不是要增加销售额 增加销售额的方式很简单 那就是第二件 打对折或是打六折 有听懂吗 提供给你们参考 请你八个动作先做到这边 赶快做 等一下我再告诉你这张图 还有很多其他的意义 这张图我把它暂时命名叫做销售获利行为模式 我们今天都在谈行为模式了 这个很重要的商业行为模式 请你一定要学会 我建议各位 我真的建议各位 你回家做十遍 我这个课程把它做十遍之后 你可以写出很多很棒的内容 先不要问说你要找多少钱工作 你先把现在看到的这个超市公司的商业模式 建立好保证你获利良多 不过啦 至少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学生 期待有一天真的能遇到 真的回家 你们真的把现在这几天我们要教的内容 你把它做十遍 你将来到社会上去工作 就绝对有很大的用处 我最近在教一个72岁的学妹 因为我们校长 阳明大学的校长指明要他来我们学校 就是要让他要收他这个学生 好 他有很多丰功伟业 那都不重要 但他曾经答应我一件事 他真的会很认真的做十遍 我就拜托他说你不要做十遍 因为他做完一个动作 他就会忘记上一个他做了什么事 然后他就问我说下一个要怎么做 你得懂吗 72岁了 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将来再继续念研究所 这个对你们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后面也都做完了 把它继续讲 记得哦 记得哦 这张图一定要正方形 正方形 不可以眼形 眼形 好 首先 自己写知识咯 第一个 你有没有发现 这条线 这条线 上面跟下面都有 请问上面比较好还是下面比较好 上面比较好还是下面比较好 当然是上面啊 因为我们的结果 结果如果以数值来说几乎都会把什么 越正值越高越好 对不对 几乎所有的 你要记住哦 如果你xy 放正确 一定是上面好 请问一下 这一个是什么类别 叫做Copier Copier 你有没有发现 Copier 他什么好 他是获利高 他是高获利 质类别产品 他也是高获利 质类别产品 Fonts 高获利 高获利 这个 几乎都是科技类 几乎都是科技类 好 Accessory 然后这个是 Bingers Paper 那还有一个高获利 跑到下面去了 也就是说 科技类有一个产品 他是在下面的 好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上面是比较好的 下面是比较不好的 好 那下面我们来去看一下 哪里不好 首先来看这一个 他虽然销售高 销售额高 销售我在最右边 可是 他的利润应该到这边 他却没有到这边 可以听得懂 好 所以 意思就是说 他还有进步的空间 那请问一下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Tables Tables 你有没有看到一件很夸张的 是 他的获利是0在这里 对了 通常这条线我会把 零 放在这边 请问 销售额有没有 零以下的值 销售额不会有 零以下的值 利润才会有 好 利润才会有 就是 为了有时候 为了那个 薄利多销 那就很低的利 或者是什么 剩下 剩下一点点 他就想说当赞品赞送出去 都有可能 好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 你卖很多 还要 负 这是负的 这个是零以下 所以这是什么 非常不好的 桌子 Tables 请你稍微知道这件事 可以吗 Table Table 非常不好 好了 请问一下 这些大数据分析里面 它的意义 就如同 你用以下来去画 不是也可以画出这张图吗 对不对 这是没有什么 特殊的地方 可是我现在要让它 动起来 我要让它知道 它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有听懂哦 我们要研究的是 它的行为模式 请问一下 那个 小明 他考试 他第一次考80分 第二次考70分 第三次考60分 第四次考90分 你是不是要了解 小明他的每一次考试的变化过程 这就是他的行为模式 可以吗 那另外 另外 另外有一个人 小王 他的考试 第一次考80分 第二次考79分 第三次考82分 第四次考81分 请问一下 你这时候你就会说 小明 小明的成绩怎么样 上降下下 不太稳定 对不对 这就是统计我们在讲的什么 变异数 对吧 那小王呢 相对是不是就集中 在80分左右 好 那现在 我就要看 各年的表现 为了要看到这件事情 先把 先把 刚刚 他把纸类别是不是放在详细资料 请直接把这个详细类别的产品纸类别 搬到图粒 记得住吗 这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这边可以看到 他变成什么 没有东西 图粒有东西 图粒有东西 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很多种颜色呈现在这边 这就是图粒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来看 接下来 这个点 实在太小了 我不喜欢这种很小的点在那边跑来跑去 所以我想把点放大 第二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记住了 第一个动作记住了 我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动作你要是没有做 你后面都是白做了 好 第二个动作请点格式 里面 里面的图案 因为我要把它大小改大一点嘛 所以请把大小 改稍微大一点 例如说改到 25 请问这个眼底有没有变大 因为你要改大小 大小就是在格式里面 好 刚刚第一件事是改颜色 就搬到图粒 第二改格式大小 这样等一下点跑来跑去会比较明显 好 再来 很多人都喜欢旁边把那个文字呈现出来 可以的 你就把这个 这个叫做 这边有没有看到 类别标签 类别标签打开了 甚至把这个类别标签字放大一点 随便看你要不要 要不要呈现大一点的字 就是那个圆点 下面他会放出 它是什么 等一下你要去看 你看这个 Fonts 跟 这个 Cheers 他的行为模式 差异 好 最后一个动作 点回来 刚刚都是格式的修改 你不加这个标签也无所谓 这叫类别标签 好 接下来最后 第四个动作 请 栏位 下面 有一个叫播放轴 播放轴只能放连续型资料 请问你什么叫连续型资料 例如说 日期就是连续型资料 年龄 就是连续型资料 好 我们现在把订单日期搬到播放轴 用搬的 搬进去 搬进去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这边有看到 这个播放轴的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 麻烦请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在最右边 往下的三角形 这边点一下 改成日期阶层 好了 你接下来就可以 就可以去玩 这一个播放轴 但是 但是你在玩的时候 通常我会把轨迹呈现出来 例如说在20 你记不记得刚刚 刚刚我们是不是有讲说 他那个趋势线 趋势线这边有两个 一个是Fungs 一个是Chars 所以记得点它 Ctrl键再点Chars 反正就这两个都要点到 其他都不太重要 我们来去看 他是不是就直接画好给你看 他的行为轨迹 他的行为轨迹 等一下我要去解释 这是什么义 是 听得懂吗 好 我们其实不能够太武断的 透过 统计的点 来去说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行为模式 去决定 一些事情 而且这个决定才是比较好的决定 好以上四个动作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这就是动态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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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点 这个Font 它是不是先往左下跑 左下方 来去前进 2015到2016是这样前进的 请问往左边跑是不是都不好 往左边跑 为什么不好 那个 那个同学 对就是你 为什么往左边跑不好 因为刚刚你有回答我那个问题 为什么往左边跑不好 不是你后面那一位男生 因为你刚刚有回答我那个问题 我们公司的特色是什么 买件 不是 销售越高利润是不是越高 获利是不是越高 对不对 所以正常应该是希望往右上方跑 对不对 结果他往左 往左 往左下 或往左上跑 其实往左上跑还ok 就是不要往左边 左下跑 可以了解吗 好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这个点 你觉得 Copier好不好 Copier是不是一直按照公司的黄金法则不断的往上跑 这样可以了解吗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产品刚好也是 他这边稍微有往右下跑 往右下跑是获利回整 但是不是没有获利对不对 好 所以还不错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边的特色 这边的特色是这条趋势线的上面 上面 是不是都是往右上跑 可是这边 这边他是怎么跑的 他是 2015 先往左跑 再往右跑 对不对 这边也是 这边呢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是不是先往左跑 再往右跑 刚好这几个都在谁 都在这条趋势线的下方 有听懂吗 有些事情不是刚好 有一个机器学习专家 他说只要你给我数据 我什么都算得出来 好 这是他说的 好 这个人是 机器学习的一个大师级人物 他说的话 不过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这些不是刚好 这真的是很重要 必须要知道的 在这条趋势线以上跟以下 他所呈现出来的轨迹 就是不一样 所以 请问一下 如果 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 你 是不是要再继续 把这三个产品 去做行销 打广告 去做新功能的开发 然后设计成更 功能更多的新产品 对不对 相较于这个地方 你可能就 会犹豫了 你可能就会犹豫了 因为他曾经有往左边跑步 就是销售 销售额是下降这种情形 好 那暂时我就先介绍到这边 就是动态行为模式分析 那 当你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 麻烦请把这张图 麻烦请把这张图 这是我们公司的公司的公司的产品 请把这张图常用复制贴上 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分群 直接在这边介绍 请把右边这张图的 这个这个图例 翻到详细资料 还有请把播放轴关掉 请问这件事情你应该会做吧 这是很单纯 我先做出一张标准的散步图 好 请注意 分群只有三个动作 分群有听过分群吗 分群跟分类是不一样的 是不管你去参加任何的电脑的考试 只要 只要你要考资料 资讯就是资料分析 一定考什么叫分类 什么叫分群 不过现在我们是要教你 自动分群这件事 分群它是一个 半监督学习的机器理人方法 但是 这套软体把它变成自动化 三个动作就完成 所以第一个动作呢 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当你要找功能的时候 您不妨先找找看右上角 这个点点点 这是一 第二 自动寻找重集 在自动寻找重集里面 你已经做了第二个动作了 所以第三个动作要点什么 只有三个动作 所以第三个动作要点什么 各位 这应该是应该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第三个动作要点什么 是不是确定 好 这就是他的分群 这就是他的分群结果 所以他这边 他认为把它分成这一群 第二群 第三群 第四群 第五群 第六群 好 那更多 更多的机器学习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其实 光是正能科学 就可以开整整一学期的课程 听得懂 好 我只想要告诉你 现在电脑太方便了 程式也不用写了 这三个动作 就帮你做完这些分群 他 他为什么分成这个样子 他主要就是找 最佳的 最近的距离 例如说 这边有一个圆星 然后 只有距离这两个点是最近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圆星 这边有一个圆星 这边也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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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在现有的这么扩散的资料里面 应该要把它分成 这一二三四五六 六群 才是合理的分群方式 这是电脑算出来的 就算你手工去算 也是这样子的节目 好了 那我想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 这叫分群 三个动作 请你现在动作来完成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有一群是很糟糕的 Machine bookcase tables 这三个为一群的 这一群是很糟糕 就是 什么叫糟糕 对于公司来说 获利 大幅下降 这这个姿势都不需要请你赶快写 我们其实已经讲到 好吧 先下个休息一下 刚刚这边有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没有讲到 就是说 针对这家公司 这家超市 还有这三项 它其实是在利润之下 它其实是在利润之下 你去看一下 它第一年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在负的获利 就是没有获利 可是这个时候有没有管理 没有管理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假设当你今天 这针对这个产品 它是在负利 就是说 你卖 卖桌子送100块 请问你倒贴100这件事情 而且 2015年就已经发生了 到了 2016年 它是频频的往右走 代表销售额是增加 然后利润 持续一直在下降 那你有没有看到 到了2018年 为什么下降 利润下降更多 所以 销售额 跟2017年是差不多的 但是获利是下降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真的是代表没有管理 所以我只是要特别 请你们注意这件事情 接下来 我们下降 请不吝点赞 说明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